看到都要講好的 每天是誰 看到了 你今天有沒有誇獎過人 誇獎也算幽默的一種 講到都是好的 包括你的主女也是一樣 你都跟他講好話 好話一句話 那壞話一句話 你看他講好話還是講壞話 你說乖兒子 這兒子很乖 這孫 金孫 乖孫的一句話 你怎麼那麼壞 你怎麼那麼壞也是一句話 你一直講他壞 他以後會不會壞 會喔 因為你貼他的標籤 你說他好 他就會好 連大人也是一樣 有一個不孝的媳婦 他的婆婆真的是高手 他婆婆知道這個媳婦不孝順 那婆婆到外面去村莊裡面 和人家講話的時候 都講他媳婦的好話 都說他媳婦非常的孝順 他真的很幸福 很幸福 他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到 人家要顯拔模範媳婦的時候 因為村長聽到這些就報給鄉長 真的把他提他的名字 有一次叫他去領獎 模範媳婦喔 他真的也厚著臉皮真的去領獎 對 人家那個子孫說 你是不是發表一下你的感言 他還是大言 就是他講的 我們做人家的媳婦一定要孝順 結果一直講到最後 眼淚掉下來 他說我也做得不太好 從今以後非常孝順 很厲害的婆婆 就一直講好話 你講人家的好話 傳來傳去會不會傳到對方的耳朵 會 你講人家的壞話 傳來傳去會不會傳到人家的耳朵 對 所以有沒有傳到耳朵都不重要 只要你在語言上上播出去都是好的 你折射回來 那個人以後看到你 你看到他都是很好 你講一個人的壞話 那個人也沒有聽到 但那個磁場那個店舖就會送過去 下次你們見到便好奇怪喔 你們兩個也沒有見過便 但是一看到 真的就一見就討厭 結果變成這樣 那磁場是不對的 磁場不對的 對 所以幽默感對人的好處 可以化解人與人之間 代溝的最好的方法 對 但照nię 現時 movie 對 這個作詞 不管要 Mon